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花园种菜 佩琪和乔治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玩 爷爷 接住 接住了 这是什么 恐龙 原来是只恐龙啊 爷爷 你在干什么 我正在播种呢 种子 种子是干什么的 种子会长出植物了 我只要挖一个小坑 把种子放进去 然后用土盖住 最后浇水 我花园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由这样的小种子发芽长大的 连那棵大苹果树也是 哦 是的 这里小种子会长成一棵小小的苹果树 就像这棵 哦 然后这些小树会长高 变成一棵大苹果树 就像这棵 你们看苹果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种子 可以长出更多的苹果树 说的没错 爷爷爷爷 我想种下一粒种子 你想不想种一粒草莓种子 是的 我想 到时候这粒种子会长出一株可爱的草莓苗 第一步 要先挖一个小洞 我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用土埋上 需要我来帮你浇水吗 不要不要 我自己来浇 好 现在我们来等着它长大 佩奇和爷爷在等着种子发芽 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 你必须要耐心地等待 佩奇 它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发芽 佩奇 乔治 时间到了 回家吧 但是我们在等着我的草莓发芽 我还想用草莓来泡茶呢 你不要担心 佩奇 下次你来的时候 这些种子就会长成一株草莓苗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草莓吃了 是的 来吧 佩奇 爷爷再见了 再见了 我的草莓 猪爷爷帮佩奇照顾它的草莓 过了一段时间 猪爷爷发现长出了一株小小的植物 这株草莓苗一天天地长大 然后有一天猪爷爷发现了很特别的东西 是草莓 爷爷 我们来了 佩奇和乔治又来玩了 爷爷爷爷 我的草莓苗长大了吗 是的 你看 是草莓 谢谢你 爷爷 爷爷 我们能不能种点别的呢 当然了 这次我们就让乔治来选择吧 没错 你来选吧 乔治 就选择胡萝卜 爷爷 我觉得乔治想种胡萝卜 乔治 你想要种胡萝卜吗 不要 那么你想要种什么呢 乔治想到他想种的东西了 恐龙 乔治想种一棵恐龙树 我说乔治 恐龙是不会从树上长出来的 乔治想种一棵恐龙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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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 我说这棵恐龙树 你跟声 有什么需要 你没听说 你能在这里